要提醒大家這運動要改變 明天開始 這中央氣象徑有表示說 今天我們冷空氣有減少 所以國地大家感受到 這下運動都有回聲 都出一頭 中南部這時暗時 運差有比較大 也要特別注意 極寶的風波所要的現象 這空氣的品質是不太好 另外要提醒大家 今天這麼溫暖 不過明天十八號 還有這二十號 還有兩波的 大陸冷氣團要露燃 天氣又要變冠 明天開始是有另一波的 長烈大陸冷氣團 會影響我們的天氣 所以在明天白天的溫度上面 就沒有辦法像今天這麼的舒適 在高溫上面是都會略降 尤其是北臺灣可能降的幅度 會稍微的大一點 下一波的長烈大陸冷氣團 是在星期一的晚上 開始影響我們 而且下一波是有帶一些水氣 所以在二十號白天的時候 水氣上面是比較多一些 北臺灣呢 可能就雲量偏多 降雨的機率呢 也會提高 中氣象就表示受到 福西冷卻效應的影響 今天早上 國內的溫度是有比較多 加強是出現十度低溫 淡水十度日 新潔十一度日 台中只有十一度三 不過日子冷空氣減少 溫度都回升了 北部冬國部 大陸是十九度到二十度 中南部分比較少 所以溫度會比較近 高溫已經來到二五度 另外起上郊是有車 說十八坊到十坊 還有兩坊的冷氣團 會落下路南 明天開始 北部冬北部 運動都會下降 所以這個老人 孩子都要特別注意 這個運作的變化很大